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神話第24集 我是神話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八字 這是一個男命 這是我一個客人的八字 他現在走到這一柱大運 極有大運 那今年是新丑年 那我們來先看他的本命 天干是水生木 那地支就是土生金奶生水 火生土 火生土 火生金 心血 這個八字本命很漂亮 那可是呢 他跟我說他今年的運非常的不好 就是女朋友也分手了 殘運也不好 對 就是非常的不順 那我們來看他哪邊出了問題 他這裡進入極有大運 天干夾吉一盒 地支陳友一盒 然後他進入2021 那他的組合就變成了 金生水 金生水 他還破關 五火克星金 關就是不理他 他問財 他的財在哪裡 這裡一個 兩個 通通都不見了 都不見了 他的財全部都消失了 然後他就問我 他的運氣什麼時候才會變好 我們來看他 2022的運 因為他2022 他就進入下一住的大運 他下一住的大運 是走 根虛 然後明年是任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明年的運 首先看他的大運 欸 他走到這一住 這一住大運 看起來他的運勢是非常非常的好 天干變了 我用水 天干變了金生水 水 水生物 那這個虛呢 就變的是 火生土 生金 來生水 他的財運 官運全部都回來了 他 他進入這一住大運 可是還有流年 那我們看一下他流年進來 會不會對他有其他的影響 2022 是任營 天干 就變了 水生木 金生水水生木 是變成這樣子 一臉香生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 他明年只要農曆年 一到他整個運就會起來了 他的財運官運都會回來了 那他之前女朋友會不會回來 我就不曉得 要看他自己個人的 好 那我們來看他這一住大運的 後面的 這個十年 任飲過來就是 鬼老 好 加成 一四 一五 第二 我 互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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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幸運害2689 好 我們來看他這個根序大運的 呃 財運的狀況 呃 卯虛一合 不行 甲層出竿 遇到他的雙胞胎 他雖然弟子有加一財 可是 嗯 他感受不到 他也會覺得他自己很不順 嗯 他的財 你看在這邊 五味 五味一合 已經不去了 肌肉 整柱都沒有 根序 大家看一下 他這一柱看起來很好的大運 實際上 他的財運並不是這麼的理想 嗯 好的 大運真的好像是給 給我們看好玩的而已 並不是真的 啊 有什麼樣的 一個很好的運勢 好的大運 他遇到流連進來 會就是受到影響 嗯 也不見得會很好 你看他的財 你看他的財 合的合 嗯 所以 你還相信大運嗎 八字就是這麼一回事 嗯 那今天這個八字就分享到這裡 嗯 今天的影片可能錄得不太好 因為我 嗯 就是第一次拍這個 嗯 把它倒過來 拍橫拍的 所以我不曉得眼睛要看哪裏 嗯 那拍得不好 請大家見諒 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嗯 嗯 啊 敬請收看下一集 啊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請記得按訂閱分享哦 我是神話 下一集再見 拜拜